Hey girls, I bet you won't believe This is crazy I got my iPhone Just call me maybe Hey, what's up? 欢迎收看本色美国节目 最近苹果手机iPhone 5刚一发行 跟在全球掀起了抢购热潮 那么在苹果的诞生地 美国粉丝们是否也是同样的疯狂呢? 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摄像机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吧 9月21日 iPhone 5在美国、新加坡、日本、香港 等9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上市 而由于时差关系 澳大利亚的顾客 拿到了全球第一部正式发行的iPhone 5手机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乔治城的苹果店门前 消费者们早已排起了长队 耐心地等候着 而排在对头的果粉们 昨晚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昨晚10点 我大概是29人在线里的线里 在线里的线里 我刚才来到6am 我刚才来到5点 3点 我刚才来到5点 我刚才来到12点 我刚才来到3点 我刚才来到30点 我刚才来到5点 但我刚才来到6点 我刚才来到9点 在9点 1点 我一直在等一天 我一直在等一天 所以很期待 我一直在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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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只要来 我只要去做一个工作的 我会不会做这个事 我真的不想做这个 2007年,苹果首次推出了iPhone智能手机 很快就凭借其精美的外形和强大的功能 赢得了消费者们的追捧 刚出道时的苹果手机由于其昂贵的价格 一度只是小众精英的宠儿 而如今,作为苹果手机第六代的iPhone5 已经成为了不少都市时尚达人的必备装备和身份象征 在美国,全新的16GB的iPhone5售价为699美元 但如果你和手机运行商签订两年的花费合约 那么16GB的iPhone5就只要199美元 而32GB的299美元 64GB的399美元 相当于每款手机都比原价少了500美元 是不是心动想要签下两年的合约了? 先不要着急 根据美国科技博客网站的统计数据 购买带有两年套餐的iPhone5手机的实际代价 远比消费者们想象得多 以最便宜的套餐为例 iPhone5两年的实际消费至少是1800美元 这还不包括购买各种应用程序的价格 根据该网站的计算 每个iPhone5的拥有者 每年平均会多花300个小时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 尽管如此 国粉们对iPhone5的热情仍是丝毫不减 根据苹果公司发布的官方消息 首个周末销售突破500万部 80%至85%的美国苹果专卖店的手机产品都被抢购一空 而且网上预定交货时间拉长到三至四个星期 据说iPhone5与之前的iPhone4S相比 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轻 更快 更长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出这个区别来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基米就做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实验 反而 当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上下欢腾庆祝新产品成功发布的时候 大洋彼岸中国郑州的苹果加工厂 富士康公司却爆发了大规模工人把工 根据路透社报道 由于不少iPhone5的用户抱怨黑色版外壳掉漆 富士康采用了苹果公司更加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 并且要求工人们在十一长假期间加班 随后 几位产品质检员与工人产生争执 最终导致工人罢工 但富士康很快发表声明否认郑州工厂发生千人罢工事件 事实上 作为产业链最底端的富士康 每家供一个iPhone手机分到的利润还不到2% 而这个中国制造的产品的盈利 大多进入了苹果公司的腰包 根据CNN财经报道 苹果公司光是iPhone这一个产品的收入 就已经高于整个微软公司的各项业务总和 而苹果公司的手机部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财富50强企业了 根据美国统计公司的数据 2012年第三季度 iPhone的iOS手机操作系统在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34% 然而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 谷歌的安卓系统仍以52%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与此同时 第一批只螃蟹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微软 面对惨淡的市场占有率 也开始积极研发新系统 并与诺基亚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联手打天下 如果说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方面 苹果即将与谷歌微软三分天下 那么在音乐播放器方面 苹果则是绝对的王者 2001年 苹果推出了轻巧的iPad播放器 凭借其优雅又时尚的触感设计 以及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这个产品很快便风靡全球 并占领了数字音乐播放器近四分之三的市场 到2011年的十年间 iPad已在全世界受出了三亿步 在苹果公司的众多产品中 平板电脑iPad也同样统治了市场 2010年3月 iPad横空出世 成为史上最快被接受的消费级电子产品 给消费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改变了人们对于电脑的认知 以及使用习惯 其实 早在iPad问世之前 苹果只是一个定位于小范围市场的电脑公司 专门面向高端图形设计行业 他们的目标也很低 仅仅期望能够占有3%的市场份额 然而 苹果公司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功 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 它就是乔布斯 下一集的本色美国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介绍乔布斯的个人传奇 两年以后我会买到一半 二年以后我会买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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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元 可能我会讨论自己的购物 我会买到一半 我会买到一半 如果他们要买到一半 如果他们要买到一半 就不如他们要买到一半 我认为我就是 我只是瘴上和我 我就想要买到一半 所以我需要这个电脑 我这些人 这些人是 这些人 这些人 呵呵呵